与任何人相处 一定要记住这九条忠告 尤其是第七条 一 你不优秀 认识谁都没用 认识再多的人 也不过是别人列表里的一个名字 永远不要去追一匹马 用追马的时间来种草 来年春天会有一匹骏马供你选择 二 人 只能要求自己 不能要求别人 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三件事 自己的事 别人的事老天的事 老天的事管不着 别人的事不能管 那就管好自己的事情 三 好人有好报 但老好人没有 善良很贵 不能见人就给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好人有好报 但是老好人只能吃亏 当善良变成别人肆意伤害你的工具的时候 长满刺 才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 四 讨厌一个人 没必要跟他翻脸 三观不同 不必强容 层次不同 不必争辩 懒人 懒事 不必纠缠 五 学会做一个倾听者 不强化 不多话 不说废话 倾听不仅可以增进沟通 减少误解 也能让我们换位思考 理解他人 所以 善言 虽能赢得听众 但善听 会赢得朋友 六 不要太着急 爱上一个人 也不要和一个人 收得太快 刚认识 就很热情的人 往往 都带有很强的目的 那些十倍速 亲近你的人 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十倍速地离开你 七 就算吵架 也永远不要 恶语相下 碰见任何不顺心的事情 强迫自己 停顿三十秒 等到冷静下来以后 再说话 八 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过高地估计你和别人的关系 就会对别人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 一旦这种期待落空 那种强烈的落差感 就会让人彻底寒心 九 不要动不动 就和人掏心掏肺退心支付 对人太过坦诚 无异于给他递了一把刀尖 抄向自己的刀 与人相处 对陌生人只说百分之三十 对熟人也只能说百分之五十 给自己留点余地 才不容易受伤 希望这九条忠告 可以让你知事故而不事故 拥有更好的人员